镜头转回国内 九合一选举开跑以来 国民党第一场小组长团结大会 今天在基隆登场了 今日国民党主席的总统马英九 以及党内大佬纷纷出席 要蓝军团结起来 抢救国民党参选人谢立功的选情 只不过呢 现在就传出了 新任市长张通荣私底下 确实在帮托党参选的黄景泰助选 对此张通荣回应 绝对遵从党的旨意 没有搞分裂 立功立功立功 当散当散当散 办法主席要客家话 好客家话 海湾国语换客语 现场动算声不断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到基隆 帮谢立功拉台绅士 还不断称赞谢立功是个绝对清廉的人 我们要做到选举不买票 执政不贪污 问政不腐化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一个原则 而为了避免受到黄景泰拖党参选的影响 这次也大打团结牌 要巩固蓝军选票 场内看起来何乐融融 不过有媒体报导指出 现任的基隆市长张通龙 有可能会在私底下 帮黄景泰助选 我必须要遵从党的意思 所以这个外面谣传让我实在受伤很大 我事实上我就是遵从党意 如果今天我当市长没有党再赔我 我也不可能当然这国民党的基隆市市长 所以我一切是遵从党的一个指示 张通龙急急消毒 不想坏了大团结气氛 可是场外的抗议冲突可就控制不住 抗议人士想要向马总统丢职会晤 马上被警方制止 基隆选情不平静 台面下暗潮汹涌 国民党积极出招摆平 希望能够拉回正栏选票